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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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早上回答我为法师的问题 讲到天台的教义 我好像只讲到画一四教 没有讲画法四教 那天台的教义里面虽然说像画法画仪 但事实上他都是在自己根本佛性的 一大的根本信师的高台上说的 所以一大的信师 就是自信之中不师的师 信师的高台 那一大就是天 所以看到大觉心体入世的根本一大的高台 那才叫做天台 所以宁宁之间都是在根本的自信 根本的佛性上去举说称量的 所以既然是如此 古德判四教时讲到藏通别缘 他不是为你拆解的 不是为一切众生拆解的 他就是在这个决心上面分布种种鉴刺 因为明白种种鉴刺分布鉴刺时 是让所有的一些行者就此鉴刺一路还家的 就是一路还家的 所以过去古德讲到种种分别时 是让行者更能够明白现在的所在 现在的所居 因为明白现在所在 现在所居 所以他知道到如何是现在的不足 所以他懂得如何真上 所以明白现在的目的是让他更能够向上迈进 向上再增进的 所以不同于现在在分藏通别缘时 尤其是现代人解释的藏通别缘 他就是只是在什么 只是在这种种教义上拆解 什么是藏教 什么是通教 什么是别教 什么是原教 甚至于有的人还说 这些末法众生根本没有原教或别教的根基 所以只是藏教 这完全是在拆解天台 那不是在解释天台 那叫拆台 那拆那个台子 是拆解天台 既然讲到藏通别缘 讲到一信的根本的 本来的信师的高台 那告诉你 你不管你是多在末法 最重要险恶众生 业障众生 那也有具足如是四法 因为每一个刚开始行者 在最初入门时都是在哪里 都是在入身法藏 你一定要看到那个法藏 入身法藏开始 所以有个像 有个形象 那叫做藏教 你要入身法藏 是为什么 为了要深入其之焉 解其寒藏 解那个信中的本来的寒藏 尤其是佛门中长的藏通别缘 那当然就是在这个大觉心体上称量的 这刚开始入门的时候 一定是入身法藏 所以在法藏之中有一个行持 有一种种种种仪轨 有种种形象 你必须依依依如是行持 如是依依轨 如是轨度 你才可以得以下手 所以那个叫藏教 所以藏教设十二分教都在藏教之中 所以他叫法相之中 一切明明白白 但他不是只是在这些法相上说 是在一个心体中最初你入门的时候 一定是藏教师 一定是开始懂得入身法藏师 一个学生最初入学校时 他也是念念之间已然愿意身心投入所有一切的学士的大海之中了 学问的大海里了 这是最初的发心 所以这个叫藏教 所以这个藏教不单只是这个教义叫做藏教 就是属于他这个教 而是你心中真能入书是礼 能够行如是事 叫做藏教 那才能够叫做教 所以在这个藏教之中 久而久之 因为解身过去是因为解其寒藏 因为藏教就有寒藏意 就有寒藏意 因为能够解其寒藏 久解以后解久了 就是解身 能够信发 久而久之 久心成信 信发 他能够致应见次 他的智慧自然就明白见次 你最初入门时 你还不懂得什么叫做见次 但是你真正深入一切教海处 深入一切学习处 你才能够开始明别见次 这个是心性的一步一步的登进 所以那个叫做通教 所以这个通教是通于什么 通于他 通于藏教 也通于别人 这个通教的意思就是 你心性之中 那一个种子 那个智慧已然通 已然明白见次了 知道现在是从何时 然后将来必定能够急 能够上达到何处 这叫通教 因为你是明白这些道理 智智慧能够谱印 见次 所以你就能够在一切法中 别别容具 这一切法中你都知道 什么是最初 什么是信 最初开始 信使 什么时候是最中间的 所有的一切的 信中的成就 一直到信中的圆满 这你一切所有的一切法 一切信德 一切作向 你都清楚 你为什么清楚 是从通教开始 念念之间 能够入身 种种教海 故 更能够深达一切其中的道理 故 所以那叫别教 别教是 就是别别容具 法法 圆明 这叫别教 你心里面自然就能够起成 如是智慧 所以这个别教是上通 圆教 是通达圆教 是直指圆教 为什么这是圆教 这个心性就已经是圆教的 已经在上级圆教了 这一念心已经是一切法圆明了 但是他在法中各种性向 各种各种作用 他都能够心中一目了然 在一心之中 他能够称谅一切 这叫做别教扑藏 但是在信中称谅时 只是在大智之中还未圆满 到了圆教是什么 总社 总收 毕竟信海 总收在信海之中 连别教 潜在意识里面维系的安利 名字 名相都全消 总收信海 国满 因圆 这是圆教 当你明白时 你就知道最初下手一件在哪里开始 藏教开始 每一个人最初心中发心时 面对时就是从藏教开始 然后由藏而通 由痛而能入别 有别 然后毕竟圆满 这是天台四教 叫画法四教 所以他在跟你讲说 藏教什么样 为属于藏教史 是告诉你现在的心性 你现在的智慧 还是属于藏教 你不用在 还在上面 还忘以为有所得 所以帮众生 帮行者区分 这才是真正为了呵护行者 不要在中间 妄惰于种种差别中 妄惰于现在的根本的卑劣的种种造作上 所以才讲天台四教 所以你能够让这原会天台四教 在这个上面去体会天台四教的讲经的道理 所以你能够第一个先设藏教的行为 教导大家如何如藏教之中的发心 训习 然后在藏教之中为他提升 他在藏教不是只是因为三藏十二部 只是为了那些文字 那些语言 那些声音 他必须要深入藏海 深入教海 然后念念之间 能够看到心性跟他融通 这是通教 在人无通知时 就要看到你一切法中 一切名相性德 你要讲得清清楚楚 不能混乱 这是别教宗舍 就是你将来一定能够要有如是的 自己心中的性向的功德的成就 有如是情绪 然后总舍告诉你 总舍就告诉你 这就是你根本的大缘 决体根本的大缘满绝 是你本来的面目 是你念念之间要归家的归去 那是原教 那是讲天台寺教 所以他天台寺教 不是像现代很多 我讲的是一般的在家菩萨教 就是判定你是属于藏教 他是什么 他是别教菩萨 他是原教菩萨 别教没有离开过藏教 原教更清楚于藏教 别教是别别都分明 怎么会不知道藏呢 所以你看到过去的古德 哪一个人开悟时 他不是三藏十二不经 法法了然 所以一切法 一切信 一切像 他都能跟你解释清楚 他都不能入藏吗 所以别教一定能够明白一切藏 没有藏教 你根本没有基础 你根本不能可能入将来的通教别教原教 这叫天台 一大的信师高台 那叫做天台 所以站在这个上面 你才能够说 以天台的教理 说尽一切佛法 所以早上讲到画一四教 讲到这个顿见秘密不定 也是一如是说的 所以每一个画法四教之中的藏通别原里面 你都要安利顿见秘密不定 那每一个顿见秘密不定当下 你都要能够讲述藏通别原 这叫做以天台的教义 讲说佛法 这个等于 这个才是把法师的问题 这个大略讲完 大略讲完 那当然法师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在念佛时 因为是念佛 所以他选择 又在自己听自己的念佛佛号 所以他选择听声音 就是用耳根 但他说的未出生只是身相 未出生 但你现在讲的 我就可以知道你是以念佛为主 所以之前我就告诉你 念佛这个法 你要懂得如何用大势至菩萨的原通章 大势至菩萨的原通章 就告诉你都设六根 敬念相继 这是大势至原通章的精华 你换作别的世间之间 不见得都设六根 你每天都在你阿弥陀佛 他连一根都不设 他就妄想攀缘 将来有一个可以 有一个大力的神明 用大手接引他 到一个非常快乐 安详的地方 这连一根都败坏了 这哪有人都设六根 所以这都设六根 为什么讲大势至 这就是在根本的大决心体上 所才能叫大势至 所以念念之间 他已经不同于一切世间的 所有一切的势力 他是在决体之上 他必定能吹一切世间 凡情势力啊 所以念念要回光的 所以大势至菩萨 顶上是什么 君池 就是净品 就顶上君池 君池当然是部队行军的时候 用的喝水的器具 但意思就是告诉你在杀 生死敌军的时候 他念念滴滴 就是滋润行者的发心的 所以每一个念头里面 他都是在对抗生死敌军的 所以念念之间就不同于一般过去的凡夫起心动念 那叫大势至 所以他当然叫兜舍六根 上次讲到说你在念佛时 你在用一根听到自己佛号顺 你必须要出声耳根闻 这个是耳根 因为你直接能够听到根中的作用 你没有出声时 你在念阿弥陀佛 那就是一根 你能看到深尘 不管是深尘 那其实就是一尘 你觉得深尘色尘 其实那都是一尘中所说 那就是一根 但因为我们只是在念佛 所以当下已经知道兜舍六根 念念之间 敬念相继 什么叫敬念相继 他不随过去的种种烦情 他在每一个六根门头 看到这句阿弥陀佛时 他都要知道 不管是一根所现 二根所现 他都要知道 就是根本大觉性体 无量光 无量寿 觉得深尸是决心所现 觉得无深尸还是决心所现 我现在有此一念时 是大觉所现 我现在无此佛号时 也是大觉所现 那念念之间都知道 就是在大觉所现底下 就是根本的无量寿 无量光 何况是现在正称呼 如来明号时 那叫敬念相继 那念念之间都在敬念相继中 所以既然是敬念相继 所以就不必在这个上面 再去刻意知道 它是属于哪一根 你就要在阿弥陀佛的名号里面 因为这个问题就是 就已经表明 法师是用念佛法门 就是持佛名号 既然是持佛名号 既然讲到都设六根 所以讲到都设六根时 你不必在持佛名号时 再分别我是设哪一根 你应该是在持佛名号时 随他所起的每一切根 你都能知道 用到如是名号 叫都设六根 这样的思维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你能够体会吧 你在念佛时都看到 不管在哪个一根 你都要看到这些佛号的 根本这个佛号之中 称如是名号的信德的作用 叫都设六根 所以不必刻意说 它一定是哪一根 只是过去说叫你念佛时 自己发的声音要自己听 那是叫你念念之间懂得用根 是懂得用根 那耳根最立 所以你在念佛时 出声音时耳根自己听 你懂得用根时 所以将来你不出声时 你也能够看到一根的作用 你能够看住一根 那就自然就能够都设六根 不然有的时候一根 因为一根的变化太多了 因为一根设前五根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都会怀疑 它是属于哪一根 它是色根还是耳根 其实它就是一根 它就是一根 只是因为一根之中 它的所有的一切作用比较复杂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刻意举前五根 谁举一根 在耳根之中 你就不再被一面一根所搅乱 所以就搅乱 所以就像上次讲的 你真正是在听声音时 你觉得有听无听 你觉得是好是坏 你觉得这样做这样做对与不对 这些你都要分别清楚 这是一根 它不是耳根 耳根就是你专心听声 有声无声 你都要知道是闻 随起的一切一根之中 虽然一根是随着耳根在浮动 但是随着耳根浮动的 所以有一切一根中间 所有的变化 你都要知道它是一根 不是你现在所听的耳根 所以你自然而然在一根所起的一切变动之中 你不被自己的一根所搅乱 对吧 这就是像上次圆绝经讲的 非彼所闻 一切境界也皆不可取 你直徐耳根 就是耳根 一根它会搅乱 一天到晚就在帮你 一天到晚在混淆你的行为 这样对不对 这样是不是听声音 这样干什么 你都不要管它 你都分别清楚 那是我听的是耳根 不是听它 不是听它 所以讲到这个 讲到阿弥陀佛时 你要是不是 那个是不是耳根 你要分去那就是一根 但是不是刻意要行者松 我还在行者心底 还要在分别一个一根 说我是不是在专心 在射这个一根 你应该是站在符号之中 看到随它变化的一些六根六成 你要专心在这句符号上 看到六根的变化 但是在六根变化当前 你只要都知道 都射在无量光 无量寿中 就是都射六根 那叫纪念相继 所以法师问说 那用斋石 是否可以转换成官位决 就是官位决 这个就是开个玩笑 这不是没有礼貌的 假如还有转换 就不能 就不可以 你就是这一念看 就是阿弥陀佛 你在既然都射六根 所以看到阿弥陀佛 这句名号正在持名时 你要念念是观想在这句名号上 但是在这句名号上 你不要刻意把它限定是在哪一根 所以用到味觉石 你一样能够感觉到 就是无量光 觉得酸石就是无量光 觉得甜石就是无量光 因为这个味觉 它也不属于酸甜苦辣 它不是酸不是甜 它要是酸是酸 它就不知道甜 它永在酸味之中 它也不知道酸 所以今天为什么入蛇的滋味 我都能够分别酸甜苦辣 而且就在一叉螺之中 酸甜苦辣 一切变化 味道锐根之中的变化 蛇根之上的变化 居然会不断的错综复杂 千变万化 你就在这个千变万化里面 你能够体会就是无量光 无量寿的根本心得 因为它不属于依法固 它不属于一个未成固 所以它才能够随缘 陷进种种未成 因为它不属于一切作用固 所以它才能够陷进 所有一切蛇根上的 所有一切随成的变化 所以你就能够看出 那个无量寿 所以你正在品味之时 你供养的是无量寿 所以心中就不要再想到 我是不是能转变在蛇根上 我是不是能转变在未成上 假如你是转变在蛇根上 那我就告诉你 这一念可能不在念佛上 你还在转变上 被一根绞绕上 被一成之中的种种念头影响中 自己念头所起 都不要被它迷惑 你不知道那一根是最可怕的 那就是魔王 那就是波寻 所以将来有阵无阵 都是它在告诉你的 将来有德不得 就是它在告诉你的 就是它不断在后面脚绕你的 突然想到突然才静下来 突然就告诉你 现在就是安静 它就迷惑你的 你又抓了 原来这就是静的境界线前了 你完了 那不就已经动了吗 那又被自己的过去的心底的 那些尘埃一尘所流浪 所以这就是告诉你 既然是念佛 专心在六念佛上 但是这个念佛 不同于一般的过去众生的支界 它要兜设六根 既然兜设六根 那怎么样 怎么样能够做到 你把你的主帅 你的主的兵将调好 就是念佛 我的主帅主兵将 就如大师之菩萨 就是念佛 因为随他所起的 不管是在色 在身 我都能够分辨 就是无量光 无量寿的性德作用 那就兜设 假如你中间还有认为说在转变 那表示你的意识 大部分是多在虔诚的转变上 不是在佛号中 这里面将来的维系 你都要分析的清楚 都要分析的清楚 所以你分析不清楚 你浪费光阴 念好几十年佛 念到最后 你说有没有功德 有什么时候有将来忏悔是有 虽然讲到功不堂均 但是现在你却用他不得 因为你现在还是什么 还是在追逐心外的种种祸着 你虽然已经念你之间跟圣人的名号相应了 可是心却跟他不受 没办法亲近 就是心还在攀缘其他的过去潜在意识中的夜感气氛过 将来你突然发现这个夜感气氛觉得一直耿在潜在意识里面 你自己都没办法察觉他在障碍你 一念忏悔 过去身中念的那些所有的一切佛号 你亲近佛 亲近圣贤的一切的公恨 公恨绝不堂均 他突然让你马上就融入一切圣人的智慧之中 但是什么时候才能用得 颤的 那把那一念心都能够颤清楚 颤的 我不是讲过吗 心入纤细中 有一念还在流转 你都要明白 还在受什么一根的绞绕 你都要清楚 那个叫做颤 那才能叫做真颤 所以既然是念佛 所以是不是听声 听声只是让你懂得用根射心而已 所以当你真的能够慢慢慢慢 你都能射根 而是射心就懂得用根时 你会慢慢会发现 你过去流转在成像之中的视力消 住在根中的亲近多 根中的亲近是从哪来 是因为念佛中来的 所以念佛更什么 确切 只是讲到一法时 佛门中自然叫大法 叫做接引的法门 所以讲到一法时 他不能跟你讲说 就是一句名号 从头念到底 这个是接引人的 这个是最初接引人发心 就这一句佛号 从头念到底 当你念时 是不是你自己已经 已经发愿 就是这句名号 开始慢慢归家时 正在你归 踏上归途当下 是不是还要有人告诉你 你这不错了 这不对了 这不错了 这不对了 所以前面是这句佛号 迟到底没错 但中间还是要讲清楚 你到底是走对走错 走错 所以还是要回头再为一切行者 就在这句名号当下 再为一切行者 重说三藏十二步 但是你这个重说时 行者已然就是什么 一句名号 心性是如此的 所以心不是一想一法的 就是长得那么 那么那么那么武断 那么断灭的 心是你在什么样发愿以后 你就在这个法上 已然为自己立了 坚决的一个方向以后 然后再看三藏十二步 它都是什么 都是你归家的指引 知道 就是怕你还有什么 一步踏错 所以发心没错 但千万不要说 还有什么 还有念佛以后 虽然祖师讲三藏十二步 留给别人物 这是祖师讲的 但是你发现祖师 他都讲三藏十二步 那你说那为什么 祖师这样讲话 不是在这个叫做 亵渎众生根吗 欺灭众生根气吗 不是 祖师就告诉你一句佛号 你还有三藏十二步吗 你还有三藏十二步的分别 留给别人物吧 你就是一句佛号 所以你在这个法中 能够分别一切三藏十二步 你才是真懂三藏十二步的 你还抓着三藏十二步 在懂三藏十二步 你这个人就是流浪 你知道三藏十二步 就是一个佛名 这个才叫做 对吧 假如有名字的差别 是留给别人物 那是一天到晚 在妄想分别的这种夜感 一心静静的人 就是这句佛号的人 他可以看尽 收尽一切万法 他心中没有三藏十二步 名字差别 就像我讲的画家 音乐家 他真正发心清楚的人 发心精进的人 他一样能够走进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国度 他没有种种文化国度的分别 但是你说他没有分别吗 他却能够巧妙的表达一切 不同的文化国度 这些发心是如此的 不是像我们过去这样子 这样去体会那个心境 那三藏十二步 留给别人物 那要诸佛出事干什么 都不要了吗 对吧 只要有一个人出来报告一下 今天就诸佛说念阿弥陀佛 那佛就不出事了 更何况现在以为 行持一些世间善法 就叫做修行 假如是如此的话 释迦摩利佛根本不必出事 就不必出事 更为大家解脱道 你要是世间实善是必定的 那是一个修行的根基 但是你抓的世间实善为目的 那就像三藏十二步一样 你抓的名相说名相 那早就是世间 外道流转出了 那事实上真的有这样的声音 就是只要是行善就好了 也不预送经了 也不必干什么了 连受菩萨戒都不用了 对吧 所以就是有这样的声音 这样的声音 你就可以感觉到 假如是一个真正行善法的人 他应该是心越走越违系 越走越豁达 越走越懂得方便 所以他不但能够教众生 引导众生 当下行一切世间善法 甚至于他还在世间善法之时 他能够教导一切众生 方便利益一切众生 利益一切众生 他种下将来的根本解脱出世间的功德 所以他也知道 过去我为什么能行善法 过去生中可能是一念称赞圣贤 一念号要佛名 一念称赞佛 就在顶礼在佛前 或一念念之间 曾经一生在佛前发出大愿 在圣人向前发成大愿 所以今生你才能够行持 种种善行的福德 所以你更需要教别人念念之间 还要懂得佛法 尊敬三宝 念念之间在法上用功训习 不但是世间实善 还要在法上用功 那如何一个真正行善的人 他最后就告诉你 只要有善行就好了 我是说现在的世间 我说世间 我觉得没有指任何人 所以不要说老实说 私自然怎么拐着弯子 我说世间 是有很多人这种心态 不是哪一个团体 我没有说哪个团体 你会发现都是这种心态 就当下行善 因为行善我在看到 所以才会觉得一些外道 他就天天行善 所以外道比佛教更当下修行 更直接修行 所以他们就会有他们的错解 因为他们一定要看到一些行为的表现 他们才能感觉到 好像有实修行的实质 存在的这种感受 实际上不是 那有很多东西都是从心中分别起的 连现在所学的善行 他都是现在一根之中在所在世间感受善恶恶法中分别的 你但还有一念分别于善 你将来就不能够断掉那一念中 你就必定能够分别于恶的作用 因为法是对待起的 你知道善 所以你就看到一切恶 但你根本就剁在善的执着中 将来你看到恶时 你是不是很容易又被恶所执着了 堕落了 所以起轮回心 起轮回心 所以过去在行善时 根本不知道决体 你捉持真有如是善行可得 可是就在这个善行之中 他就能够分辨一切恶行 所以我说过 自觉的自己亲近的人 他就感觉到世间是染污的 他为什么会感觉到世间染污 因为他觉得自己亲近 愤世忌俗 饥饿如仇 就是如此 心中他就能够对待起的 可是你捉持真有如是亲近时 小心将来突然有一天 你福报不在 你看到都是染污时 你很容易就被染污流转 所以世间的善恶 那不是根本解脱的地方 假如只要行善的话 西达多太子只要在四城 开始架设慈悲救济站 渡生老病死 用国家的力量比你还强 但他却不能 他知道他不是究竟 一个真正医众生大病的人 他怕众生多在病苦之中 将来因为受如是病苦 将来必断性命的人 他发心要去学种种医方 种种药方 但他真正想发了慈悲心 只有治众生病苦时 他才真正知道 用尽世间良一良方 不能争断一切众生 病苦死苦 所以他一定什么 他假如发了心 他一定会什么 一定会发怨向刀 他一定为众生 找到一个真正解脱 生老病死的 真正上药良方 这才是一个真正发心 他心中应该有的增进 应该有的长养相 为什么会有这种长养相 因为决心如是故 你真的发了这个心 那个决是不断的一决 在增决 一决在不断的增上 那叫做佛性 这个中间绝对没有任何半点 自以为满足 这样就可以了 行持实善就行了 菩萨界也不用了 行善就是菩萨界 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 都是 但是他已经断灭佛法 断灭佛教 你过去可能都是在圣人面前 发愿中来 你现在断灭众生 对佛像 对圣人前的这种志众 将来生生世世 可能就是末法 没有一个人能在真正行持 慈善 所以这个叫做恐怖 这叫可怕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东西 大家会慢慢去体会 那一面心中的扭曲 那一面的妄刃 那一面的妄刃 你真的能够体会到 那根本就跟佛性 跟大决心体 它是不相应的 决心之中 你是若是越去面对它时 越是知诚肯介在行一些行为时 行着种行为当下 那个决心是越来能够入围席的 我说你是正发心 阴地心中一定至真 假如你发现你的行为 每次在行为之中 你后面有很多的曲解 有很多的曲戒 根本有点 有点真的慢慢慢慢 你在扭曲一切 尤其是初世间的这个善法 你现在扭曲还在违背 还起义违背 我可以肯定 因为仁者不过求民而来 都是求民 那不是真法性 绝不是真法性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要清楚的 那画法跟画一四教天台 这个比较重要 大家应该 我只是略讲 但法师应该清楚了 就应该清楚了 早上也有说到 因为我当然没有讲得很清楚 说到有的人 他这个在家人的邪见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所以这样的造业的话 有没有 有没有将来要不要受报 对吧 我早上讲说 假如说你真正知道 因无所住的话 怎么还能造业呢 你根本无助 因为无助心中 怎么还会随着这种气氛流转了 造业你都要永远知道 他就是剁在成像中的执着 才会造业嘛 才有坐相 你根本无助 连坐相都不得 那无助何有造业可得 这是一 第二个 那有的人就会怀疑啊 这是下午要讲的 就是有的可能法师就会怀疑 那诸佛菩萨不是 他为了众生故 视线种种恶行 难道他造业就不受业报了吗 对吧 所以我们还是什么 你就知道我们那个心呢 永远是抓在沉默之中 一直不断的在这边搅扰的 佛门中既然长得决心嘛 你种下那个因 他就一定能够结那个果 就纵然你成无学 将来必还生人 长期数在 所以释迦摩尼佛成佛 过去的这个 这个打鱼头三下 目刺穿竹 头痛三天 一样实现 你过去 你丢的什么样的因缘 将来他就随着个因缘 他能呈现 这是一样 十方诸佛都不能改变的 定业不可转 在这个像上是不可转的 但是呢 将你正到决心了 就好像镜子的镜色 你知道什么因缘故 他就能够现黑嘛 你在这边用什么因缘 你种下什么因 他就一定能现黑 但你只要是知道镜子就好 他现黑不现黑都是镜子 所以你才能够为一切众生 方便现在视线什么因缘 将来受种种报 可是你正在受报时呢 其实你是站在静体上的 所以你正在受时 也是心中的什么 也是心中的超越时 所以你不能说 释迦摩尼佛真有如受如是报 但你不能说释迦摩尼佛 不能视线如是夜相 所以这个叫定业不可转 将你真正知道这个决体时 谁还在业感之上 再说转与不转 受不受业力 受不受报响 你要是还有一句受不受 或者是造不造业 那表示你还是桌池在静色 桌池在红尘上 所以你真正正到这个决心时 那才叫灭定业 灭定业 它不是要在静色的因缘改变 根本不用改变 我曾经种下的黑 它就能够现黑色 它就是如是现 但是我在现时 我已然住在静体 一体的圆明中 何妨认其现 所以趋吉避凶 全属外道 新兴获达 你只要认得决体 正得决体 过去所有的一些素式的一些夜感 它现前时 你一样叫宵夜 你一样是一分宵夜 一分增上决体的圆明 所以你看到那份宵夜时 你不是在夜上宵中所缘明的 你是看到夜现前时 你都能够知道原来就是大决心体 看到那个静色正在变化时 你就正得一分 那就是静体 所以你何必要去 一定要刻意让静色不改变 叫静色不随夜力变化 假如你还有一分的力量 想要随 要让静色不变 你就是躲在静色 那告诉你 那夜力不可转 定夜不可转 你一定受报 你就受报 将来你只要正得静体 随那个夜中你过去的呈现 视线 他自然就会现 受报又何妨 所以提波达多 在地狱如注三残天 你看他受报又何妨 所以一切菩萨才叫做大悲 他根本已经住在绝体之中 但是他视线一切因缘 将来受不受 一样现 可是现的时候 你说他受吗 不受 你想要让他不现 你想要让他不现 十方诸佛都没有 他又不是魔术师 法性法相 法术就是如此 只是看看 你是不是已然正得决体了 你要是不正这个决体 你才在这个枝末之中 一直不断的说变不变 改不改变 逃得拖 逃不拖 你真的正得决体时 你何必一定要在静色不变 一定要何必要让过去 你所中的因缘不变 这个才叫做空花水月佛式 真的有中那个因吗 那因都知道 都是大觉心体现 将来不现如是果吗 现也知道 就是大觉心体现 何妨因果变化 所以叫不媚因果 所以叫做菩萨大悲 但是换做老子的讲法 就扭过来 这样的 这样圣人不仁 以百姓为雏狗 为什么这样讲 为什么两句话 要这样合在一起讲 那你才能够明白 这句话的道理 圣人哪有慈悲 他根本就知道这一念虚妄 将来国也是虚妄 他不过就是拿一切行为 当成那什么 祭祀的雏狗 那是假的 他根本不认为那是真的 他早就住在绝体之中了 所以连人字都不必立 连慈悲都不必立 他不是真正立了一个像 众生所感觉到那种造作的慈悲像 所以叫圣人不仁 以百姓为雏狗 雏狗就是吵渣的狗 祭祀用的那不是真的假的 圣人在为你救度梦中众生时 他从来不把你当成真正是真正有如是苦难众生 你不过跺在梦中受如是苦 就像上次讲的披着羊皮是一样的 他不会说我在度羊 他不会说我在救一只羊 他就知道你是人 你不过就是披了换皮以为是羊 他就知道大家众生就是披了六道的换皮 你就在六道之中不断的沉沦 他不是说真正认为说有一个真正的众生可度 他在拔击众生 所以菩萨若说有众生可度即不明菩萨 可他却走进梦中度梦中的众生 他设定种种众生的梦境的因缘 然后献出种种将来受到梦境的苦报 然后警惕众生 这里面全然是梦 所以叫圣人不仁 既然是全然是梦 那何必让他不变呢 你还有一念问 应无所住 神其心 那将来造业受不受报 您一定受 你哪里无助 你讲那个无助都在住 无助 我无助了 你不是说在住吗 什么无助 都在住 所以你会发现 佛门中讲的心境多维系 尤其大圣佛教 又听清楚吗 应该能听得挺清楚 听不清楚 还好有录音 不能来回讲 这才是真正 所以讲到趋吉避凶 全是魔道 在修魔术师了 趋吉避凶 你今天在世间法中 那当然讲到 因为因缘 你念在散法的因缘 过去生中造恶的因缘 他的因缘不具足固 他可以不生 他可以不生 因为你知道在世间法中 在向上是可以不生的 但是这些话是什么 不是第一地 他是告诉我 跺在成像中的众生 你怎么样暂时脱离成像的束缚 将来真正正道是绝体时 谁在成像之中 还在那边 不断的刻意让他不生 生又何妨 就怕你不知道是绝 真正正道是绝时 其实就有点像上次讲的 如同拿石头丢虚空 虚空有受你执食之报 这个恶报 你要丢他 他有受你执食 那个这种报相 可是虚空 毕竟是虚空 所以你丢他 他也无所收 但是这个相还要有 所以释迦摩尼佛成佛时 目次专属 目次专属 头痛三天 使马脉三个月 你以为使征在授业报 这个是不懂决心的人 但是你以为决心不能写 那也是不懂决心的人 所以那叫做真正能人能及 你过去做的一定线 那一定线那怎么办 早正决心 早点归家 你天天在用 你不认 那叫可怜 将来受使你在那边叫苦 不是可怜吗 还在这边望说 我已经不受了 所以我可以造业 所以有很多现在的人 就是这样子 我不受了 我已经早就这个应无所住了 我无所住了 所以我现在可以造业 我可以吃肉 我可以干嘛 你无所住 你居然还有个无所住 可以说得出来 你就将来就要受 将来果报现前时 这个就不是在狂妄 不是骗人的 果报现前时 你自己知道 你是不是站在决心上 你要真站在决心上 你现在怎么还会忘说 我无所住了呢 你不站在决心上 果报现前时 你就在受 你就一定会受 那个你骗人没意思 就算我被你骗 你将来还要受报 对不对 将来你受报的时候 才会悔恨自己前身 口太臭 自己骗了自己 我说嘴巴太臭 就是一天到晚在骗人 一天到晚在骗人 所以没有那种事 绝对没有那种事 所以没有人说 我已经无所住了 我已经无所住了 所以就讲到无住 无住如同任言经讲的无拙 如同龟毛兔角 你怎么今天讲一个无住呢 还有讲无住就是住吗 心中的豁达 就那才是无住吗 无住只是方便 用个名字来代表而已 不是真正 还有个无住可得吗 你还有个无住可得 那就是住吗 更何况你在无住之中 你还说你可以如何如何 你能够如何如何 因为你正量有到那里 所以能如何如何 对吧 那当然你今天中的阴 将来就如是正 果报现前十 那大家只有在后面 为你鼓励鼓励 对吧 看法师如何无住 那个时候才是真正无住 那心中没有人帮你忙 那叫无住 没有人帮忙 那真的是心里无住 那是很可怕的 那所以那个叫做 佛门中讲的心法 尤其是汉传佛教的心法 不是世间那种缴绕的言辞 所以这个叫法师 每一次就要在心体之中 慢慢去思维 每一个阴生起处 他的阴缘 自己心中所起的阴生 你都要去分析 他的源自何处 他的出处是什么 他将来的落处在哪里 这要懂得因果 所以你自然不会 在每个声音当下 自然就被自己的音声 意根之中过去的浮沉 过去的夜感所欺谋 你就不会妄想 就躲在种种心里面的 那种狂妄傲慢之中 认为有所得 那个心中就能慢慢 就能牵合 所以在这个上面 才能够如同 经中讲的 如种空华 密于虚空 不可说言 有定灭处 因为假如还有说言 有定灭处 表示你根本不知道 哪是空华 这个其实不用很深的解释 就是你 因为前面已经解释 那么多的辟语了 你就不知道是空华 你才说定灭处 那何必 还一定要有个定灭处 所以你也不会 在那边期待他灭 你不会期待他灭 你就知道他就是光影而已 他就是随人的光影变化而已 你何必还要期待他灭了 你要有所期待他灭 那都是什么 被空华所迷惑 还叫做维系执着 你还是坐在前程之中的 所以有的念头当下 不是让你期待说 如何让总烦恼念头灭 何必让他灭 你能在每一个念头起处 你能看到决心否 那才是真正行者下手处 那是念念的参就处 所以举一根举一成 就是在每一个起心动念 一根一成不是在造作吗 可是就在这个坐项当下 你体会是决心 你当你体会是决心时 有座之法全成无座之体 你不知道是决心时 无座的清净之体 全变有座的造作之法 当下就是啊 所以你根本不要离开一切有座 何必去怕担当一切有座 所以那是大圣菩萨 大圣行者的担当啊 所以那种心中之中 他在最初参学时 就没有离开众生界 众生就是有座相 所以将来正得如是心时 他念念还是什么 还照众生界 那跟小圣是决然不同 他是决然不同的 所以他自然是信德之中 小圣是在一些众生界中 知道是信 知道是真信 所以他看到虽然是众生 可是他心中没有还照相 他就是直接住尽中 住在根本的自信中 直接住 知道原来都是幻 都是旺 所以他是住在决心中 所以他因为住在决心中 他已经看透世间一切 众生向中都是决心所起的 哪有众生可言 都是假 因缘 变化所成 都是假缘而起的 所以这个时候 让他发愿 回头再度尽 他过去正得的 那个根本一切 原假之中的众生 他当然不发愿 他怎么度吗 都是假缘 我怎么度吗 所以站在正义念上 说是娇雅 说是败重 所以从最初开始行持时 在正义念都要清楚 这个信中 他就会这样 因为你明白 那个信中就会这样 所以将来正得如是信时 他也不会如是留住 他也不会跺在此中 因为你念念看的是大诀 你就不会在中间 有所偏住 所以有所偏住 所以就偏跟住着 虽然那个住 已经是非常维系的 但是那还是什么 还是属于四圣 是在最初端的 圣人的四圣之中的 维系无明 那是他的维系无明 因为他不敢直接担当 直接担当决体 所以你不能在空华 灭于虚空 你不可能说有地灭处 所以前往是 前面的虚望是见其身灭 见其身 前面的虚望是见其空华身 后面的虚望还要直空华灭 那都是望 因为都是被空华的幻影所束缚过 你所有的一切之解 都是随着个滑像在波动 所以必尽不解空华异物 你真是空华时 你何必还要说身说灭吗 你知道是空华 就如同知道是梦 你知道是梦的人 你会说要令梦不生吗 梦就是梦嘛 你会说梦有生吗 梦啊 你一定要让梦不生吗 何必啊 多余啊 知道是梦 你就不是梦中人 所以你刻意要断梦 那表示你还在受梦中势力 所以这个叫做告诉你 不可说也有地灭处 何以故 无身处故 一切众生于无身中望见生灭 这个随着经文讲 也可以在你心性之中慢慢去体会 大觉心体随意念头起来时 随意念起现前时 哪有生处啊 所以这个当下你就要去慢慢思维 哪有生 你会觉得念头生 念头灭 是不是觉得 但是仔细思维 你觉得念头生 生也是一个念 你觉得念头灭 灭也是一念 一个念 念都是念相中设 所以你的决心可以献生的念 生的相 可以献灭的念 灭的相 那决心有生有灭吗 决心若是真的灭 那谁来决灭 决心若是在身中 决心在身 那身也就是二觉 所以决可以献生献灭 身身灭灭都是念相而已 因为有生有灭 所以你才会觉得念头的浮动 但事实上这么多的浮动之中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念而已 就是一个念 念信如是 所以念可以随缘献好献坏 献种种波动 念可以献是生是灭 种种的变化 但你仔细思维 念信都不坏 念信要是坏了 这一念灭处 下一念就不能生 念信若是坏了 这一念在生时 它就不应该灭 因为它在生时不应该灭 它就是坏了 为什么 它在这个身中不灭 它就永远是那个感觉 就断灭了 所以念头可以畅罗畅罗生 它也在畅罗畅罗灭 你仔细思维 身身灭灭 不过都是念相而已 所以你只是在决心上面 体会这个念相 在念相之中 你却望着生灭 所以才叫可怜 所以决在决一切时 尤其是佛门中的世子行者 你已经知道万法都是违心了 所以才在诗诗诗 不是讲的吗 应观法界信 一切违心造 你都知道是万法 都违心了 既然是违心 那违心之中 为大觉体中献的身诀 灭诀 不都是诀吗 大觉可以献身相 灭相 大觉真的有如是生灭吗 假如说你还觉得有生灭 那你就是着想 假如你说不能献身灭 那表示你根本不通 大觉的灵明 灵明如此 就是如此了 所以在根本无生中 这个无生不是说 马上讲无生的时候 你就抓到一个无生的感觉 说无生 那是一般众生之见 这个无生中是告诉一切行者 已然担当 他能够随缘献身 献灭当下 根本决心在献身时 决心在献身 也是绝 那反过来说 绝在献绝 有身吗 绝在献绝 哪有身 所以就在这里面 仔细视为 那个无生是什么 那是一切 现前众生意念 深深灭灭的担当 那是无生 将来你真正知道 静体时 静体随缘变化 正在随静色变化时 你认为他有身 整种静色吗 他当然无神 都是随缘 哪有身 因为静色当下就是静体 那你认为 他不能现这种静色吗 因为现尽一切静色 深深灭灭处 才是真正您体会 静体从来无生时 这是汉传佛教的 维系处 你能够担当一些 深深灭灭处 这就是你真正在 心体的智慧之中 是担当无生时 所以担当深深灭灭 不是沉沦在身面 是担当深深灭灭 我就肯定你在哪里 是在决心上看的 在决心上有生吗 没有 你不知道一切深灭象 知道 那你还会跺在深灭象 听清楚 深灭象 我就老是忘记讲 就讲清楚 你还 你不能担当深灭象吗 担当 为什么 象而已 名字而已 决心在信决 都是他 哪有 哪有在这个上面 深深灭灭 所以连到事实 都要告诉你知道 都是万法违心的 一切违心造 所以因为知道一切违心造 你才能肯定破地狱吗 你觉得地狱不都是心吗 过去你要是不知道大决体 你都还怀疑 是不是能破地狱了 你知道原来觉得好 觉得坏 觉得那种恶念 现前都是绝 因为过去不认绝故 所以跺在种种念象之中的差别 将来你知道是绝食 念象的差别 当下就是你绝体的光明 直下超越 所以这个时候念破地狱真言时 行者没有一念心虚 你也知道就是绝 你认错了是地狱 认对了 六凡都是大决 都是大决体 所以你在这个万法违心上 你不但能够知道 破除你过去的妄想 执着那是地狱 为什么归一佛 一定能破地狱 你要知道是绝 既然都是绝 决心在线的一切 港墙 那不都是还是绝 只是你不认绝故 所以堕在钢墙 你认绝钢墙 不过就是什么 就一个法相而已 相而已 那个相是从哪来 就是决心能明白的相而已 所以他还是绝 所以你在这个上面 不但能够知道破地狱 而且决心必定什么 你只要成年这一年崛起时 他能够招收一切绝 你过去不知道绝体时 你就打散在种种绝中 打散在种种绝 在此绝就不知道笔绝 那叫流浪 你真正知道是绝时 你突然感觉到 你能够囊括一切绝 那叫普昭情 全收当下 你过去不认这一绝时 那处处再黑再白 再绝 不要说黑白了 在这个 就这样的绝照 跟绝的感觉 就好像尽照跟尽色 就成什么 就成冤结 看到尽色时 就败坏你尽照 看到尽照时 你就好像就好像七灵 在七灵尽色 因为你不知道绝体时 再信再用 你就会永远都是彼此之降的灵夺 这个灵夺就像早上讲的 一隐一显 因为根本就是一绝体 所以你才会在绝体作用上 你忘以为有灵夺 互相灵夺意 叫相生之中的相克 你有相克意 当你是真能知道是绝体了 你绝的好 绝的坏 都是绝 好不会坏 坏绝 坏不能坏掉 好绝 那叫解冤结 我一样知好 一样知坏 但能知好知坏的 不是好在知好 坏在知坏 也不是好来知坏 也不是坏来知好 能知好的那个 从来没有冤结 能知好坏的 从来没冤结 你看错了就是冤结 你看对了 叫解冤结 这叫失实 然后把这一念 画在实物上 那叫恶鬼 能以解脱 所以连失实 你都要这样做官 门打开了 不能讲了 休息十分钟 多谢 听过装 在首次 这是 感谢观看